詩教授 午安 今天我們繼續來大熱中請教我們的林會長夫婦 因為林會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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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會長夫婦 他們 他們 體悟宋氣力思想有30年以上的經驗 而且 經歷過參與過宋氣力事件 這個是他最清楚的 我是覺得說要了解宋氣力思想的內涵 由林會長夫婦來 跟社會大眾來詮釋是最適當不過 所以我今天還是跟教授 我們一起來請教林會長夫婦 請他們幫我們說明他們的經驗 宋氣力思想有更深入的內涵 最近我相信大眾看到的五四新觀點這個節目 陣地點 是啊 因為那個是節目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宋氣力暢所欲言 請會長請夫婦來詮釋好嗎 我想說上次我們跟林會長已經有 還有你 因為你的論文的關係 我們跟林會長已經有訪談過 這一次我想也是一個所謂有意義的巧合 剛好我們安排的時間 剛好這個禮拜一 三立電台的那個 也是在講到 就請宋氣力粉人到這個三立電台做的一個 基本上也是對宋氣力事件 經過那麼多年 由宋氣力自己本身來回應三立電台 我自己也看了 可能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可能還有一些會長 因為你自己也是經歷過整個 從將近三十年前 還沒有發生宋氣力事件之前 你就跟宋氣力先生一直到宋氣力事件 一直到今天 然後你身為大日中的一個會長 那我想就是說 今天我用這個作為一個延企 三立電台裡面講到 宋氣力那個事件 關鍵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東西 再做更詳細的一些說明 讓世衛大眾可以 因為我們這樣的一個訪談 比較充分的時間可以講那個時間 因為宋氣力先生在那一天 我看他講的 有回應可是並沒有 可能因為那個 媒體不可能給他那麼充分的時間這樣 所以這個我想就 可以再做深入一點談 就當天五四觀點 新觀點這個節目 我是覺得它是 目前我知道的 這幾十年來 因為宋氣力算 很客氣的一個節目 而且有給他時間講話 以前甚至有講話 但是把它哈掉了 我知道 而且是選擇性的博主 所以 過去是 這個 一面倒 不是媒體一面倒 是所有的 包括政治 對 因為在當時那樣一個氛圍 對 將近二十年前 台灣還不是像今天那樣 那麼多管道 民國八十五年 是啊 是啊 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發生送信事件 對我當時是一個小會員 來講我是 非常震撼 因為就是說 我每天在會場 基本上我在當義工 我都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媒體忽然間報導說 是一個四季大騙擊 也是從吳英昭給他掌握 八字還沒一撇 他就已經在媒體裡面講說 是四季大騙擊 所以我們是 所有一群疑乎疑乎 暴力 他就在媒體這樣講 先把你 先入罪了 那時候還沒 還沒進過審判 所以你看 這樣的一個事件 讓我們當時 所有的會員都很 其實都很受傷 這樣過的話我就認為 台灣現在恐怖的社會一樣 怎麼沒有這樣的一個事件 而且 還沒經過審查 為什麼有這麼樣聳動的文字 在媒體裡面出現 而且是 連雙十節國慶那一天 後半都是穩著的 而且所有的 各大報媒體 一個月 每天都最傷 而且很多的 都是假的 包括假會員 假消息 什麼見本尊要送去率 要1000萬的這個誰 那當時是 大家都覺得 見1000萬是真的 真的是哪有可能 誰有1000萬去見個人啊 像那種 那種都可以編造出來的 因為當時 很有名的一個 討論者就是 七美後 他當時是 新黨的議員 台北市市議員 那個時候 所有的會員 都是新黨的議員 假的 所以在官司當中 這些會員都不敢出去 因為他是 新黨會員他是偽造的啊 這樣偽證 這個是會判刑的 所以沒有人敢去出庭 這也是這個官司會贏的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沒有受害者 受害者是假的 連受害者都可以造假 所以這個 當時我對台灣的施法 我其實是 非常的 恐嚇 因為以前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一個 很豐富的市民 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 你死活的人 不知道 我們根本 連想都沒想到說 我們在華裔 是用這種情況去的 所以我對 被台灣施法 是徹底的很失望 而且當時是一種 政治性的事件 他講 宗教少黑 宗教哪會 哪會要少黑呢 你是去掃黑 到底掃黑到 你掃宗教少黑 那你政治也要掃黑嗎 沒有啊 為什麼要宗教少黑 最論究竟就是 因為當時 選舉的時候 因為有四組人馬 參選嘛 所有沒有支持 也有政府的 那個什麼 宗教環境 全部都有事啊 幫手費我們幾顆 像 廟天 也是現場也是一個 再來就是那個 新道法 現在不知道那個什麼 郭樂智山嗎 郭樂智山嗎 不是 泰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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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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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會華斯 然後新穎華斯都封山 郭公山封山 他有事他也沒有挺人 所以 親海都走掉了 就被騎逐出去了 我不知道 但是所有的宗教就是 你沒有挺原來的政府 就這樣 就這樣 對 我們是挺謝先生 謝長 你經常會 把他當成投套議員 不然我們在那邊 坦白講我們在那邊 修道會也在那邊 記者在那邊 本尊有時候像一震峰來 一震峰就走了 因為你的逗留機會都很少 哪來的 哪來的 跟會員接觸的都很少 然後可能會練才 我們天天在那邊 我們都 沒有什麼才給他練 甚至於有時候他來 還會昏錢給我們 看到人家就喜歡昏錢給我們 他怎麼會練才 我們真的很奇怪 看報紙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練才 他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一個政治事件 你看很多恐怖 所以 從那個事件 我自己心裡就講 這完全不曉得 好咧 就這樣可以製造 你看 而且當時 背後還有政治人物 他都可以這樣子做 那你一般小人不是死的 所以那個人不是說 何友宜當時在事情 叫他本身做嗎 我那個講說這個雞蛋整個可以去碰石頭 做成又能怎麼樣 你看 這個官司為什麼會贏 其中有一項 那時候社會重大事件 審判規定是要錄影的 他拿不住錄影袋 請問錄影袋跑哪去 對啊 偵查的時候 對啊 本身那個自白師是 你不簽名可以嗎 而且當時更奇怪的是 本身進去以後 我們四天找不到歷史 沒有一個歷史人接 對對對 就是這個 對不對 不然拜託謝先生去找了一個 好教授人接 謝上先生 他有歷史類型 對啊 一個色情人 在當時的環境沒有 還已經解嚴了 到事情下去 歷史 沒有辦法解嚴 對對對 你看什麼 造成什麼樣的事件 很可能想像 我跟教授報告 當時 記者會那天 當外面是什麼場面 嗯 報復小組 水龍車或那種 震報 震報車 他認為可能會發生暴動 霹靂小組 對啊 對啊 什麼你想到 大陸封守 全部 全部進來 有沒有很恐怖 造成你是一個暴民 你是犯罪集團 哎呦 所以不是抓本尊松懼力 所有的都抓 所以本尊講 當天他為了救他們 所以他承認說 但是我們看知道 他在講什麼 他說 你面對新聞 他說你不要相信 嗯 那就是相信他會危險 對 那時候如果說 你是在銀行上班的 公交機關上班 你說你信松懼力 那你就糟糕了 你可能會被吊著 被牽連 對 沒有人敢 而且不是 沒有人敢 那這個電視一報導 那個父母親會緊張啊 所以我的小孩子信這個送信 他會很怕 所以我爸爸就把電話說 哎呦 你這個危險 他很怕 因為很關心啊 對 那個事件在我們社會有一個方法 對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這樣 所以古國人那天講說 那個雞蛋 雞蛋怎麼對付公權力 你雞蛋做幹活 對啊 因為他是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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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呢 經過那麼多年 對衝擊力事件 你個人有沒有一些說明 因為上次我們跟您會長大概有聊到 我想說這次很難得 您的夫人您也在這邊 其實我從以前就不是一個 應該說是比較無神論者那種 所以其實一開始去接觸到本尊的時候 純粹是我先生的關係 對 我應該是說那個 就跟著他走 因為我相信他的選擇 對 而且當初我們剛接觸的時候 其實是在一個人生的低潮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他找到一個 你所謂低潮是指 工作 生活各方面 各方面 都是低潮 那他能夠找到一個 讓他能夠 覺得很好的 心理的慰藉之類 我當時是這樣想 我說OK 那我會支持他 所以我就跟著走 其實我是跟著走的 那時候 因為很低潮 但是我一向就是 反正沒關係啦 今天過了還有明天的那種 比較不是很擔心 你比較樂觀 對比較那個 所以我也覺得 低潮總會過的 對對對 但是接到本尊之後 從他的一些言語 其實解惑了我很多 那種東西 現在想起來是 你也沒有辦法去講說 到底解了什麼禍 但是他就是一個 讓你心情豁然開朗的感覺 你有這樣的感覺 對 所以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非常感恩 就是因為能夠碰到 所以讓我 其實成長很多啦 不管是在心靈的 在整個思想上面的 他整個生活是變成圓滿的 對 本尊後來有一次 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難過 那小孩其實已經度上去了 說了你可能不相信 從那一刻開始 我的腦子裡面 已經沒有這件事情 對 我完全就已經忘記了 我曾經有一個小孩不見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對我不再會是一個 一個負擔 對 完全沒有 因為我知道他已經得度 對我來講 是一個人生很大的幫助 對 從那時候之後 就也是跟著跟著 那一天一天的 有所增進 我自己覺得 雖然不是一個 我不能說我很認真 我真的是個不太認真 但是我覺得 我只要隨心 隨時地去感恩的時候 我就可以得到 我自己內心的那種滿足 因為在發生送基地事件之前 你已經對送基地本身 給你的那種 對 心靈上的安慰 你已經很確定 對 所以從此發生送基地事件 你還是 因為當時在那個社會的那種壓力 因為 我們講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記憶恐懼 或是什麼東西 可能在那個時候會退卸 可能就是會長 還有 您部門 我覺得您可以這樣堅持到 就度過那個 我想送基地事件最危險 我又覺得很緊張 原來很怕 你那個怎麼不怕 他當時是這樣的 當時所有的會員 幾乎警察都會打電話去 他有電話就打了 對 他是 不要說恐嚇不好 當時他是講說 你要出來作證 你這個是 當受害人 幫你 我們警察給你 什麼什麼 靠山啊 來 找被害人 找被害人 找被害人就可以加 他找集團 把他塑造成一個集團 我就跟他講說 你把小孩子帶回去就好了 不要怕 這個不是燒人放火 不會成功 所以當時我們就 就 因為 你這個一弄 大家都散掉 很怕 對 不是說我們爸也算很怕 但是我們認為說 本尊無故去受這樣一個 教授人所謂的罰難 我們更應該去關心他 不管他是誰 因為他是 事實上沒有這樣子 我們最清楚 沒有比我們更清楚 沒有比會員更清楚 對 社會大眾當時是不聽會員講的任何話 對 我們甚至開過記者會 媒體又來了 對 但是知日不報 你講了他又不說 對 他寫他自己相信 沒有寫 記者會員 我們會員他都不理你就對了 然後 講他們自己編造了一個故事 當時是這種情況 因為現在報紙我們都留著 我們都有留留留著 那真的是看起來就是說 他跟你說別逼 不要說那些恐怖世界 那個鬼鬼什麼歐爾法 還是日平的殺人而已 而且他精神 那殺人 殺死太恐怖了 對 你為什麼 好像對啊 我說你好像後來那個宋經紀 我看你的論文 好像發生宋經紀事件以後 好像你也短暫的 接任林審會長的職務 對 所以我想說你當時會接那個 林審會長的職務 你應該對那個前後的東西 因為我看你的論文 你大概有描寫一些 我想說今天借這個機會 我們想說會長還有夫人都在 我們可以就這個事件 來回應那個三立他 也是這一次陰演 你可以再更深入 其實我們是一起經歷過參與過 那我會當代理會長 是因為我是理事 所以是因內政部的要求 要推敗一個 對 所以是我 但是林會長 大家一起來 那個什麼講 來 扛下這個 其實是大力 你就希望就這樣經歷了這個事件 可是你 你當時認為這個協會還是要 把它延續下來這樣子 也沒想這麼多 是內政部發文 我們要有一個代理會長 那就出來了 其實是 我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每一個人的心 不敢 不敢說 我們自己的背部 受到這樣污衊 民民無行的事情 說到這樣 心肝的滴血 所以大家就一起來 承擔這件事情 找律師 找律師 林會長啊 不宜一力啊 他帶領著我們 走過這十幾年的 對 林會長 就是林會長 對 我說很感謝 很多會員 是他帶頭 他帶頭 我們做定來做 這件事 還是這樣 就是說 你看 林會長說的不對 我們想要澄清什麼一下 好 去智力晚報 登個報紙 錢叫了 還讓人脫掉 對不對 人家說不行 不要 要收我們的錢 他不敢收 所以那個公權力 我以為長這麼大 也是第一次遇到 那一天你本尊講得很好 就是照片講的事情 他說這個照片 你會有找假的動畫嗎 對 你這個動畫 我們這個是選項 對 人家也跟他講說 如果他說我們賣照片 本尊跟他講說 你如果找到一張 是我們賣照片 那我們法令上負責 對 當時那個報紙 每天在照片一張多少錢 你看那個 你拼命抹黑 這個很恐怖的事 那你是怎麼變成 所有的媒體 一起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所謂買照片 我們體會到這麼好 我們去請 看哪裡有人 有洗這個照片 請他洗我們付費 那很合理的事情 沒有這麼嚴重 對 對 也不是本尊在過的 不是啦 我們見本尊的機會也不多 本尊在說 看到我們在學會 整天這樣 摳摳摳 他不會過心 轉過來跟我們講幾句 讓我們聽 所謂的聊天 講本心 是這樣子 那針對這次 林委長你應該體會很深 本尊一直講了 我覺得本尊 柔弱似水 但他很堅定的表達 人心和道心 跟王世堅議員說 人心跟道心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個 感想像什麼 因為 當然政治人物 他也不知道了 他認為 人是最偉大的 哪有什麼活不活的 表面上他也尊敬佛 前幾天他就會拜佛 他也知道有活 他也知道有活 但是他心裡他不相信 真的有生 那你打坐盤 對對對 你既然不相信 你打坐盤 所以那個也是 我這樣講的 不好意思 那也是說出來 那是代表他的一個 對 那是不能講的 那是代表他的一個 對 那是不能講的很好 那是不能講的 那是不能講的很好 他講的都是人部的東西 對 他講的都是人部的東西 那是人部的東西 對 看好不一樣 觀點不一樣 這個觀點是 你怎麼去切入 當然這也代表很多人 都有這種觀點 所以我們不是 怪任何的 任何人的想法 只是說 在當下的政府 在公權力 他的行使是這樣的方式 這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 造成送金事件 你看 十幾年 當時我們是認為 活動進去 國泛出不來 我們是認為 很 對 很大事情 你看 你看 那你問他當時被判七年 第一審 第一審被判七年 對對對 所以是不斷不斷的 十幾年 不判嗎 你看 不要說誰的 我們都認識了 吉亞陽曲先生 他在公開也講 這種可能判無罪 那你看 他在電視上他就這樣講 對啊 他為什麼說這種 一定要判有罪 你 他自己的判斷 他沒有來 有一天來看過學會 或者來聽過本尊講一句話 或者是看他的製作 沒有 他就下班了 對對對 是 是 有 所以我说 研究到上一次 因为 中央会长的论文他引用了 也是中央研究院另外一个 杨慧男教授 反而杨慧男他当时做的 他质疑 为什么公众人物就没有信仰的自由 我觉得他这篇就写得很公道 因为他本身也是研究佛学的 而且佛学里面他要特别是 以禅宗 他的后面很多著作都跟禅宗有关 所以他当时访谈宋七里 还有人家访谈的会 我看了我的世界就是说 他毕竟有站在协助界 我们所谓比较客观一点的报道 理性 因为他知道信者很信 不信者不信 尊重宗教自由 他知道宗教是有奇迹的 他本身有研究 没有奇迹男的宗教 再说 你当下的这种情况 梁教授算OK的 但是你看 在那个氛围之下 他也有些东西他也是 他好像后面他也受到当时媒体的一些东西 对 你看当时你看所有的宗教都在谈 就在攻险 因为宗教他们认为他是正派你是谁的 宗教应该不是不执着分别吗 你怎么说我是正德啊 你是谁的呢 正谁怎么去分 所以有时候就是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自以认为 然后就批评别人 其实宗教是应该不能批评任何一个教堂 因为我们每个宗教都要特性 特设法 信责和信责 重点是宗教能够欠言为善 能够让人做好事 能对社会的贡献 然后对自己的心灵会有帮助 甚至真的能实现到宗教的精髓 能够像佛教讲的 能够要投生死 是目的 后来我好像 像宗教医事件以后 我看林会长你当时有发行的一本 审判宗教医的分身 那里面我看到有一篇 宗教医在法院里面 变打他那个分身 你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 动机是这样 你会 就那个审判宗教医分身 这本书因为我也看了 因为它的论文有引用到 所以我当时也 请罗副会长把那个书让我看 我才可以更了解 那本书反而就说 如果一般的邪术界或者是 对宗基地事件关心的 邪者或者是宗教界人士 来看那个审判宗教医分身的话 我自己看了我就觉得更了解 它里面讲了好几章 我看那个发行人是你嘛 发行人是一个博士学的 我找到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当时也希望说透过书籍或者文字来告诉老师的大众民调 但是那个书我们有没有 后来没有发行 没有发行啊 有发行人 但是没有人很大的回应 当时是风声鹤唳 听会长挺身而出 不疑地出这个书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很赶佩会长 这样子的是原因之一 他总是带着我们 当时谁敢啊 对不对 风声鹤唳 只要你一个动作 事行蛋马上电话就到了 盯你 没什么都要来抓你 是这样的 出版社都在香港去的 对啊 都在台湾 对啊 对啊 那个书出来有销售了 没有很大的回应 对 出版是在香港 我都 你从他在台湾 我没有一位 我东方书籍 我都没一位 我都没一位 我的论文大部分 我也是看了 《审判送记忆分身》这本书 非常的感慨 内心的那种 就是说明明白的 你要把我们本身染成黑的 所以我也是有这个动力 所以要去写这个论文的 这篇的 也是受这本书很大的影响 其实送记忆分身 他能分身 因为外界都没有去考究 就把认识是假的 他不会去把 释迦后的分身认为是假的 上帝的 显像 他不会认为是假的 如果耶稣复活 他不会这么讲 对啊 所以这个观点问题 送记忆分身 你可以去审判他 释迦后的分身 你能审判他 耶稣基督的上帝 你能审判他 对 讲到分身 我想说你是这一次才来 你刚才你说 你是在送记忆事件之前 你就听到送记忆 你认识送记忆 然后他给你一个很大的心灵安慰 像罗布会长就是说 他在还没有见到送记忆的时候 他就看到送记忆的分身 对 那你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有 你是在认识以后 对 认识以后 那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第一次看到那个所谓一般讲的送记忆的分身 对 即使是接触没多久 然后开始因为我们是同样一个上班时间 那以前经常性有时候假如本人有去会场的话 会是不是礼拜天 就是当时所谓宾江街那个时候 然后有时候 前向协会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 那你去好了 因为我们不能同时不在 很神奇的是 我虽然没有去现场 可是我一定会在会场之前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有那个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 有一种不是静坐 但是我们会在一个光堂前面就是 面对光堂就是类似静坐 完全的静坐 那你就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异象 对 就会看到分身 然后看到其实很多 很多各种不同的景色或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就会有 然后你会非常的开心很喜悦 当时也不懂那是什么 但是你就是只有开心而已 我说他那个分身 当时你看到分身 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在现场 我们都很湿漏 很湿漏 但心情不知道怎么心动 因为他感触很明昏很多 回到家也很晚了 那时候还出了太空 很晚了 然后早上一大早起来 刷完 刷牙刷完 盥洗好了又出来以后 我那个四岁的小女 他看到我出来就很大声 叫我说 你干嘛那么大声 你把本尊吓跑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现在是说 我现在早上抓你 抓你去看你了 你现在是你干啥本尊 我就没有在意到 我说什么本尊吓跑了 本尊有来吗 有啊有啊有来 我说有来 我抓一下 有来哦 诶啊啊在哪里 他说就是你那个声音那么大声 他走掉了 他说怎么走呢 我走掉了 他就还没说 我就问了 他也没有交代讲什么话 我就很紧张就问他 我说人家想到本尊 哦哦 那本尊的本尊 就你 你四岁也你会看到 他看到 我问到说 啊 本尊有来讲话 他说有啊有啊有啊 讲什么 他讲 我讲一句 他说我听不到我告诉你 四个月 包括讲台语 哦哦哦 都讲这样 讲过语 对对对 他就说这句台语哦 嗯 说 出来再说 哦 出来再说 哦 我来说他就出来 哦哦哦哦哦 后来我就问他说 诶啊 他说怎么来的啊 他就看到我们 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这样问 不是从那个照片下来了吗 你每天在拜那个照片 哦 这边下来的啊 这边下来的啊 哦 然后我说啊 回去呢 他说 你回去就从这边回去 哦 哦 对对对 差不多 哦 现在你看到的是 也是从下面 还是觉得突然 就突然出现 哦 对因为我们在 进向出现的啊 我都看过婚姓 对对对 早期都是看婚姓 再来协会的很多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哦 我昨天已经见到本尊了 所以你今天你安心换你去了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 其实我都知道说那是一种回应 因为你没有办法到现场 因为婚姓已经知道 他是先回应 嗯 你就先看到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 对我们来讲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帮助 就让你觉得说 你可能会很失落 你明天有一个场 不能见到 嗯 但是他让你先圆 圆了你的愿望 嗯 你可以先见到 嗯 几乎每次都这样 屡四不爽 我只要跟他说 不然明天你去好了 嗯 我那天晚上我一定一定 绝对会见到分身 哦哦 对 所以你说那个是 变人吗 这我们自己亲身知道 你就会很清楚的说 这就是事实 对啊 分身是有的吧 对 我们会员都看到了 但是你要怎么讲的一个问题 是 可是我官不相信 可是 当前者他 他不认为有 所以有句话说 正位者不能多解脱 就是这样 嗯 他官都太大 他有一个 那个他自己主观的 主观意识的东西 一般我们不知道怎么讲 他认为 你神经病 你怎么可能 对啊 这个人感落差太大了 嗯 其实是思想黑暗了 嗯 嗯 现在就是说 可能 邪书界 或者是一般 对宋基利事件 嗯 有关心的 或是想要多了解的人 当然就是说 因为宋基利当时 受到社会大众所关注 还是就是说 所谓宋基利的纷争 所以刚才 我会问这个 对啊 从我们 呃 神秘主义 或者是 哲学的 宗教哲学里面也有 在 文献里面也有 所以我刚才我怎么问你就是说 诶 宋基利的纷争出现的时候是 一般 如果说 你我们看过 什么 灵异第六感 嗯 嗯 就是说 有些小孩子 嗯 或是有些人所谓 前一阵的我们台湾有一部 公共电视的那个 这个 这个 灵异少女 是吧 欸 我不想 他看到那个 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 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讨论 就是说 灵体跟你们所谓看到的那个分身之间 嗯 因为有些人所谓 有灵媒体质的人 或是 嗯 一般人讲讲说 你开了第三眼的人 他会看到那个 我们看不到的灵界的东西 嗯 这个灵界的跟 你们看到的 中心的分身之间 像会长您 接着这两个是在怎么样 因为灵界的东西 我们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看的 我们在一块 哦 我们也 我们看到的 嗯 第一个它 它是光明体性 光明体性 是很漂亮的 哦 而且是有生命力的 哦 不是太忙碌 嗯 而且你 看到了它会很清楚知道 它就是分身 嗯 你不用经过思想 你就知道确定它是分身 因为它那个 你好像连结一样 嗯 看到你 哇 你会说那个时候 你的心会很震撼 嗯 它是那种 怎么讲 无形中一种正念 正能量的来 嗯 所以 不只是受其力的分身 我们现在都可以 看到自己的分身 嗯 你看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嗯 到底零件它们看到什么 神奇第一 什么鬼怪的 我们是不知道它们看到 是怎么样 因为我怎么看过 对 因为有电影 那个第六感生死恋 什么东西 那个电影拍的 看起来也是很 好像也是很具体 我想说 那个是 那个是电影 你如果看到分身 绝对比那个精彩 很多倍 你看那个荧幕 那个精彩 那是画面而已 对对对对 这个生命力不一样 你自己 我看到它的论文里面写 就是 中心的分身出现的话 它如果拿 茶给你喝的话 你可以喝到啥 或者是 像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 有温度 有温度啊 有温度啊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拿给我 所以会碰到手 那真的就是像 你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样子 那后来我跟本尊在狱 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吃 你应该吃 我说我不敢 我舍不得 因为我觉得好珍贵 所以就没有吃 他还说下次 我分身又拿东西给你 你就把它吃了 对 所以它是活生生的人 你真的就是拿到了 一个水果 我说你看到的 中心的分身就是说 就是跟他本尊 我们讲他本人一模一样 所以你不小心碰到 他来气自如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想说 我们也不会去在意他怎么 或怎么去 因为我看那个圣经 很自然的 圣经记载就说 耶稣的门徒见到耶稣复活的时候 那个门是关着 耶稣突然就穿墙进来 穿墙进来他们以为是鬼魂 后来耶稣还说 他说你摸摸我的手 所以我就说一般不是了解的人 会认为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为什么刚才会讲 一般人有些人他们看到 就我所知道 一般人所谓看到灵魂 比方说往生的家人 回来 就灵回来的话 那个是不不的 我们看那个discovery discovery有时候 也制作一些 有一些什么鬼 美国那边有一些什么鬼屋 我们一般讲 他有台湾讲鬼屋 他们说有外邻住的那个鬼屋 人家搬进去以后 就开始有点不安 对对对对 不安降 然后后来就请他们 美国有一些 灵魅 或者是专门来处理的 他们也是用一种很高倍的 录影机跟很高倍的摄影机 他们也录到声音 然后也拍到那个影像 那个影像 就我看到discovery 他从他那个摄影 放出来影像 是有那个影像 就是说 比较是黑白的 对对对 比较是接近黑白的 对对对 而且真的是飘 是一种飘浮的 所以你们看到的 所谓的顺序分身是 他就是像真人一样 是啊 就这样走动这样子 对 你看照片就好了 现在照片有很多分身 那照片那天 不是有人讲说 照片是什么 怎么来的吗 那照片 他每个分身 看到是一样 其实你吃一看 每个分身都不一样 而且任何一个照片 都我来去鉴定 像日本就是 我亲自来去鉴定 对对对 我亲自去去鉴定 那个大师本来不鉴定 那个教授那个老师 不鉴定 他说他是鉴定 政府单位的 他不能随便鉴定 民间的 有一天那么巧 谈不容 有一次 据他说他要愿意 也奇怪 我说 我问他眼睛 他说说 他跟他妈妈 跟他妈妈干嘛 生死 有人家里寄产的时候 他还照相 他还照到道路 哦 照到道路 他就说 就是真的 他就 你去把照片拿出来 他自己先鉴定 一看不得了 所以有天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回台湾了 如果有人在讲说这个照片是假的 他愿意站出来 哦 以他那个专业的 对对 检验的人的 所以我们看里面 每张分身照片 你看那个庄严相 哦 那跟那个 你说的那个电影那个是 不一样 对 他生命力 而且他是有变化的 哦 他是食指上的动态 不是画面的那种画 对 所以就说你们可以跟他 对画 对画 生活画 实体生活画 就是像教授那样 自己这样说的 哦 因为以前我们经常在等本真来的时候 有时候 今天来的是分身 我们也不知道 不该来 是啊 你看以前那个通道在他的 在的是分身 不知道 对 为什么会知道 本真讲的 后来本真才讲的 对啊 分身 我们就没发现 看不出来都一样 对 这是很神奇啊 是啊 是啊 对啊 很神奇 一般现在就比较流行 在讲的灵异各方面的 那确实是有啊 但是这跟我们看到的 绝对不一样 本体显霸以后 看的都是彩色漂亮 实体 你看的像 进步是实体 实体 生活画 理想画 比人还人的 清楚 对对对 跟你生活在一起 对啊 我看你论文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你第一次 就是说是因为 因为媒体报导 所以看到那个 眉心放光照片 对 之后你就看到 宋吉利的分身嘛 是不是 是啊 那时候你看到那分身 也是像你后来讲的 后来你自己看到的那样的 其实我看到分身太多了 第一次就是 我送孩子上幼稚园 那时候你还没有见到 宋吉利本人 还没有见到宋吉利 是在电梯门口看到的分身 之后的各类的分身都有 你这样子看到就是说 你就 我都知道今天会遇到宋吉利的 这样子啊 我的一个意念就是 今天可以度到宋吉利 我还没见过他 真的那天就见到本尊了 对 就像活生生的这样子 第一次是这样子 对 那以后经常的 我是觉得说 要分辨就是说 这个宋吉利分身 是你的意识变现 还是真正的分身来了 这又一个层次 所以说 大家对宋吉利思想的认知来讲 不要光凭这样子报道而已 你如果有兴趣或有质疑的话 请来深入的来研究 光一个宋吉利分身 是我们自己本体要安慰我们 来变现出来的 还是宋吉利分身 真的你见到宋吉利分身 对啊 这也是一个 很值得叫做深入探讨 对对对 这是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就是生命学 对对对 生命学 对 太多了 生活化的 庄严相的 或者是法界 那个大圆圈的 红圆圈的 或是金圆圈都有啊 太多了 生活中它是这样子 你知道它是教你什么 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生活化的话 它跟你生活在家里 我准备水果 我还赖床不起床 意识要叫我起床 你的水果我有吃 就出了 我就说好好好 我把他爬起来 那你就会知道 它给你看的是什么意思 法界的分身的话 那又不同了 所以说 我很希望透过教授 我们表达 不完全说可以 一下就讲到全貌 送去思想 希望透过教授 您这样不断不断地反馈 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呈现在媒体或者哪里 把送去思想 全貌或者是比较完整一点的 给大家认识 那有那个机会 当然是 因为我知道教授 有心要来把它弄清楚 送去思想 真的是值得我们认识 认知 体悟送去思想的精华的内涵 因为上一次访谈以后 我就说 林会长 我们当时大概还不到一个钟头 就没有请林会长更深入 因为像我们在教宗教哲学 或是在从事 神秘学或灵学研究的人 我们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这些文献也好 或者是书籍也好 我们讲有心向道的人 他一定有一个他的所谓向道的一个故事 或者是向道的一个过程 你会想你自己从那么年轻 就会是什么样一个因缘 你会见到宋记忆以后 你就那么笃定的会走上 我想说这个前因后果 在你还没有见到宋记忆之前 跟之后 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入道 我们讲说入道 那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延期 到期年轻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打拼事业 一般人都这样子 所以没有时间去研究宗教 之前你自己有没有读一些相关的 没有啦 就传统的传统 并没有就是说你父母 特别是佛教徒或者是什么 因为有些人可能家里是基督教的家庭 有些是很虔诚的佛教家庭 现在我们很多会员都是 有些都是我啊 都是什么教派的会员 或者甚至于是大师上师 我是没有 你是没有 我是 我跟他一样 老家是在什么地方 老家在一样 也是算是 很多一个美国时代 那我跟他一样 早期是没有 我们也是这样子长大 我出来上班做生意 那时候我应该是三十五六岁 在台中做生意 到处跑 为了生活 人都是这样子嘛 为了生活我就忘记生命 然后有一段时间刚好 像经济一样 我在高的时候 人最高就忘记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那个 那个利益的东西 怎么这样子压力就来 你会发现人是挺冷暖的 嗯嗯嗯嗯 发现说人怎么这样呢 不一样的 你就会 警觉啦 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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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嗯嗯 那当你在 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会说 静下来你想一想 嗯 这个生命到底是为什么 哦 那时候就 你一场空啊 嗯嗯嗯 现在就很空啊 嗯 那以后怎么办呢 嗯 所以我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然間空掉我就會看到光 看到光 天花板這樣瘦下來我就問我太太 奇怪 天花板怕看到我那樣 那時候根本還沒有認識宋奇麗嗎 沒有 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是睡前還是 還沒睡 躺著的時候 你睡不著 躺著的時候 你眼睛閉直看到 沒有眼睛張開 張開開就看到那個光 奇怪 我以為是那個化痕 然後慢慢慢慢有時候光會來 他有時候會光 就灑掉一個光 他有時候也是會用閃電式的這樣會送過來 有時候會在枕頭上會這樣閃 怕被他射到 但是你會覺得很祥和 非常的舒服 忘記那個煩惱的火氣 就是看到那個光以後 我就跟他講說 有這個就嚇死了 怎麼會這樣 我想說是人生低潮 他以為我亂想 我會看到一些異象 人家講對 有時候弄不好 人家會以為你精神上的問題 精神不濟 我還在講你不要 聖經講那個天開了 果子跪下來了 我腦袋在講就是這個情況 你真的看到光 但是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會告訴請教別人找不到 有的是我們的在茶藝館 也是偶然 偶然看到本書 本書跟我不認識 那個茶藝館是有人介紹你去那個茶藝館 介紹 他介紹你的人也沒有跟你講說送区曆今天會在那邊泡水 沒有 你說那個地方送区曆可能會去 你去問他可能會找到法蘭 因為那時候在水道 剛好有認識的人說送基地會在那裡 你可能去送基地的那個財藝館那邊 可能會找到他 你問別人 你活教徒 問大師他就跟你講 中華入謀 我就請問他說什麼叫成道 他說講一個道理 那天你第一次去的那個 碰到送基地的那個財藝館 我去很多宗教會問過人家 我問問道師 我的現象是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我想 我就想到觀音那天 觀音會出現 他們就認為我奪佛任謀的一個人 他們會認為說你這個是外道 你這樣不行 我就問他 請問成道是什麼 他就講一個道理 成道就是要心地善良 那國文老師做就會 國文老師就有講說 或是你古基本佛經 四為八道不是都有了嗎 然後他講這個 那我就想那不對 後來有人就問我說 你這個問題 你去檢查什麼區域 在台北哪什麼地方 我們去等了好多久 你們兩個同時去了 第一次 第一次的 第一次去沒見到 然後好多久 有一次去的 誒 本輪來了 然後不少人在那邊聽他講 然後就有人提問題 我看那個人剛好我認識的 他提問題 他那時候最角落那邊 問問問問問問說 就回答他 回答完了他馬力了 說今天你有緣來 我送你一個力量 我希望你對你有幫助 他就這樣 就好像在電視上說他推進一口氣 但我人就砰 就倒了 那我心裡想說 那麼厲害啦 本來他就倒了 那個我的百里啊 因為他倒講很久了 然後我就偷偷的出去 問他說 你怎麼來的 他說那你怎麼百里 他說我大家都有百里 他也不是宋基麗 他是別人介紹來的 我說剛剛這樣去吹是真的這樣 奇怪 真的耶 我心裡好好的 那個真的 他有感受到那個 我們就很相信 我們進來就不一樣了 我就很相信 他結束的時候 他就跟大家講說 請你們站起來 有緣 送你們的力量 這樣保重肯 希望這一輩子 最少一次能夠救你們 他就這樣講 那我們就起來 本來就這樣 吹一下 我都倒了 我就想說 我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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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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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